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卫星通信产业的黄金期 而从2000年开始 地面通信网络在邮电部的主导下 降价幅度达到了70%以上 从收益比来看 卫星通信已经明显竞争不过地面网络了 与此同时 另一项主要业务 卫星广播 由于政策方面的种种限制 发展也很不理想 各部委各企业专网纷纷关掉 许多卫星通信项目接连下马 在中国进入低潮期的时候 美国的通信卫星却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 如今已经达到了几千万的装机量 几千亿美元的产值 美国的通信卫星事业 从研制到发射到应用 各个环节的核心技术都遥遥领先 1995年 美国GPS正式投入使用 五年后 中国首次发射北斗导航试验卫星 从2000年到2003年 中国相继发射了三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 并开通运行 与美国GPS和俄罗斯格拉纳斯不同 中国北斗系统采用双星定位的原理 除了定位 还能用短信的形式向终端下达命令 那么从北斗来讲 它也是肩负着多重意义的一个系统 它首先是会为保障我们国家的 就是上导航方面的一个应用 提供一些那个基本的一个保障 那么它一定也是会参与国际竞争的 那么这样的话 它会和GPS格拉纳斯等等 成为就是能够给全球提供导航服务的系统之一 两个月前的6月2日 在西川卫星发射中心 长江三号禀运载火箭 将北斗二代的第四颗导航卫星 成功送入了太空预定轨道 标志着北斗导航系统 已经进入了卫星密集发射组网阶段 与北斗一代三颗事业卫星 覆盖中国本土区域不同 北斗二代卫星导航系统 将覆盖 并向这一区域提供定位 导航 售食和短报文通讯服务 大家知道导航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国家重要的 一个信息基础设施 它无论是在军事上 在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的其他很多公共安全 这些领域里面 它都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所以 时间上才会有这么多的国家 像GPS 格罗纳斯 然后包括加利略 欧洲的加利略 都要发展这样的一种导航系统 因为现代的战争 也叫做精确打击战争 精确化的武器 那么使用精确化的武器 你没有全球定位 在全球 对于全球任何一个点 进行多余的定位 这是从军事的影响来讲的 那么从国民经济的影响 也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的电网 电网大家都知道是 长距离的广布的 那么很多调度 它实际上是 依靠远距离调度的 并不是说有人去调度 那么它有一个 电网的运行中 它就有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时间的一个基准 那么现在我国电网是 用GPS的 如果像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一旦发生战争 或者什么特殊情况 GPS一切断 你连这种经济命脉 全部都完蛋了 这种情况就是说是 对于一般 就是对大国来讲 那是不可以容忍的 一种专面 所以北斗星 它从某种意义上 它还是对国家安全 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个系统 在现代社会 无论是打开一张报纸 买一张彩票 看一眼股市行情 还是刷一次信用卡 背后都有着广泛的卫星应用 而现在这一切的背后 主要还是美国GPS导航系统 它带动的是 数百亿美元的全球市场 以及为它深刻改变的 现代生活方式 导航现在的应用 在全世界的卫星应用 也是最最活跃的一个部分 那么现在国际上 大多数产是由GPS所占领的 因为它的增长 就是非常快的导航领域 它在卫星产业的成分 已经占到30%到40% 全是卫星导航的 那么我们国家也是 每两年导航的领域的应用 它的那个收入就会翻一翻 就是非常迅速的 这个发展趋势 很国际上是一样的 我国的这些系统 根据美国基金会 今年的航天发展报告 今年是整个的 太空经济的产业 应该是2600多亿美金 这个收入 这个2600要合成人民币的话 也一万多亿了 所以这个规模呢 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规模 它又分成很多的部分 就是发射服务 这种方面 也包括这个航天器的制造 再有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方面 这些航天器的应用 它说牵引出来的一些行业的发展 比如说广播通信 导航定位 对地观测 等等牵引出来的这些发展 就是整个的盘子 这个整个的规模是这么大 但是我可以继续